4月3日,网上曝光了叶祖辛子蕾的被修图,路人是脚下的擦,一身浑色西装打扮,几只性又优扬,与他人合影没有一点明星架子。 从照片中看到,辛子蕾的脸小而精致,褪长还直,有网友表示,辛子蕾这样看起来气质和颜,特别像韩国女星宋慧桥,甚至还有网友称她为中国版的宋慧桥。 在娱乐圈,辛子蕾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,许多演员不会把自己的野心挂在脸上,而辛子蕾却是明目张胆的想红。 辛子蕾说自己的起点很低,1986年出生在黑龙江的辛子蕾家庭环境并不优越,家庭的重担,不断地压在辛子蕾的肩上。 而让辛子蕾吃面贫穷的是,他患在床的父亲提出小卖台电脑,和战友们在线聊天,辛子蕾考虑了很久拒绝了父亲,因为他当时的经济情况,根本负担不起。 这也成了父亲去世后,辛子蕾的一块心病,从这开始,辛子蕾对金钱变有疗欲望,对于演员的辛子蕾来说, 走红,出名就意味着有钱,有自由,他对剧本选择的自由。 他的欲望和野心来自于生活的艰辛,来自于深深的绝望。 几年前一部剧本拥抱星星的月亮吸引了他,辛子蕾不止一次去示尽。 但并未赢得导演丁黑的青睐,他决定去争,他当着所有导演和演员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,我一定要演。 说完之后,他感受到了旁边的人对他一样的眼神,最终他用坚持和阅历打动了导演,辛子蕾得到了出演女主角的机会。 辛子蕾说,我认为一个人有欲望不丢人,有欲望还掩饰起来是不对的。 他为自己拥有一张充满欲望的脸反到骄傲,留给我的机会不多,我都抓住他,抓紧了。 他在面对外界采访时这样说,三十二岁对于女演员来说不是最好的时光,尤其是像他这样出路头角的女演员,网上传得多了,似乎也给他一个定位,野心女郎。 2017年,这招也在,演员的诞生让观众记住了,之后,辛子蕾主演的电影《张家图》,获得玻璃电影节《英雄甲》,也让他开始有戏客选《秀春刀2》,《如意传》和《豆泊苍穹》,做演员没有不想红的,只是辛子蕾表现得更明确一点。 《赎金》的辛子蕾最不济也跻身了二线,演艺事业迎来了春天,与此同时,他的爱情好像也降临了。 几天前,有媒体拍到辛子蕾和迪天林深夜同行,互相依偎,有恋情做事之说,粉丝对辛子蕾找到人生归宿还是很开心的,但迪天林却不尽人意。 贾博士迪天林学术造假,让人设和演艺事业走到瓶颈,与生机勃勃的辛子蕾不大相配。 也不少网友评论说,自己拼了这么久眼光还这么差,因此,很多粉丝纷纷劝足,迪天林是如今争以最大的演员,辛子蕾跟他发生恋情,不知是情深还是真的眼光差。 在小编看来,两人都是很有目标和野心的人,可能性格使人让两,人走到一起的吧,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束缚这段恋情早日官宣吧。 他发明了还没说过,我们要见到 che不妙的人,我们要见到哪个人,可能性格是尝尝的。 我们知道他还没说过,我们能不能尽人渐谈来瓶子吗? 我们可能有点资料来瓶子,我们现在也不能尽人来的钱,我们要看到你们是什么。 我很容易吧。 所以,我们是国家外面谈的中间图, quizzes啊。 我们还没什么,随人来的钱吗? 我们可以裏,我们来的东西里面谈了。 谢谢观看